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 故事里头穿插一些项帘 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在民国的时候 北京重门门外花市 有一个相面算卦的 此人叫小神仙 一开始算卦的时候 俩大嘴算一卦不挣钱 后来呢 一点一点的给人算 他可火了 有打俩大嘴算一卦 涨的两块钱 现在杨一卦 到最后细批拔队 二十块现在 说他这一天能挣多少钱 三百多块 就他这一卦他 比三天门的一大商店挣的都多 每天算卦 你能挤的时候 风不透雨不漏 这一下子他们就火了 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 一下就好几年的过 小神仙挣了钱了 他挣了钱了 可有人倒霉了 谁倒霉了呢 小神仙挂摊 身背后 有这么一药库 药库这掌柜的 五十来岁 年轻的时候呢 是卖野药 扛着一药箱 摇着串子 走大街 串小巷 卖野药 后来岁数大了 攒了俩钱啊 在花儿大街 开了这么一药库 自己想的挺好 又会看病 我又会扎症 在这个花儿大街 许繁华 开了一买卖 那这个卖药啊 看病了 挣钱全是我的 比我这卖野药去 挣的多 想的挺好 四月份 这药库开了招 开了招 一直盯到十一月份 一个人没有 就没卖过东西 夏天天做的那玩药 全都涨了毛了 都升了床了 原来呀 还有一小伙计 后来开不起钱 把这小伙计也辞了 自己的店呢 不敢关门 一关门 仗主他对满门 说把这店倒出去 又没人对 自己也倒不出去 天天坐着屋里运气 坐着这条道 你说这人不动鱼吗 怎么天天就信这小神仙呢 那小神仙有什么的 一张嘴两张皮 说两句瞎话就骗钱 一天挣三百多 哪说理去 是 我这卖药我也骗人 我卖这玩药 都切糕过来 切糕完 可是切糕完 他吃了不治病 他还管饱呢 吃了几碗药就饱了 一样 那小神仙有什么的 趕着他坐在屋里 骂街 十一月天啊 天亮了也晚 到十点来中了 小神仙还没出摊呢 往常了 这点都出来了 就是没来 他坐在这屋里头 隔着玻璃桂往外一瞧 大远处来两人 要不长辉写的挺高笑 写的话说 哼 我说了半年怎么不开张 小神仙把我这门口都挡住了 没人瞧得见 你看劲儿多好 小神没出摊 有人来了 正想着的 来这俩人一推门 进了妖妇 妖妇掌柜他半年没开张了 心都绷不住啊 赶紧 二位 您坐 我们不坐不坐不坐 您喝点茶 不喝茶不喝茶 那 您打听点什么方子呀 不打听方子 不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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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上药铺干嘛嘞 我们等小神就算卦 他没出摊 拜的太多了 跟您这暖和闹 药铺掌柜祸心 上我这暖和闹 有心把这俩人哄出去 可又不知道这俩人干嘛 怕得罪人 开着门动他 自己也冷了 这正左怎么办呢 小神仙出摊子 这俩人一瞧小神仙来了 大妖妇也出来了 妖妇掌柜的心里的这招火 全都撒在小神仙身上 打自己妖妇出来 照着小神仙肩膀 啪灯一退 嘿 我说跑了 小神仙肩膀 小神仙要回头去看 快认 要不掌柜 好 大人柜 怎么进去 你干嘛叫小神仙呢 你怎么不叫胡神仙呢 你叫神仙他祖宗 叫神仙他老老好不好 怎么你算卦就那么灵呢 你算卦灵你给我算了不 你算了我这没倒定多的算余债 小神仙一瞧啊 不跟他逗气 知道这药库掌柜的 穷极生风带落额 我跟他一吵跟他一闹 耽误挣钱 一天三百公块现大洋 我挣不着了 忍财 想着说两句客气话 把他支走就完了 嘿呦 大政官 这个您说我算卦怎么这么灵啊 是这样 他别人算卦呢 许有马虎的地方 或者许有说假话的地方 哎我不去 我完全哪 照这个挂书 挂理推断 我呢 诚心诚意给别人算 找我来算卦的 也都是相信我的 拿我呀 当先生 没有拿我开玩笑 所以两个诚心放在一块 这叫诚责念 您说 问您多的能否倒霉呀 我不知道 怎么 这您要算卦 我就知道 我按这挂书 挂理呀 给您推 那这一挂呢 两块钱 两块钱 八个签都给您 你给我算 算了我多的不倒霉 小神一听 哎呦 咱这都是街路 我呢 头一挂送给您 啊 行了 您抽个签的 说这话 把您打签筒的拿过来 要不掌描的 打里边抽个签子 递个小神 小神拿个签子一看 嘿 大政贵您看没有 这上面有两个红字 写的是耕武 这叫沾石 今儿这日子也好 今儿是庚子日 庚子庚武 两层庚 您这是个冲瓜 不明白啊 您好好说 解释解释 冲瓜 实际上 庚建庚 逢庚被辩 子逢武 子武相冲 要好运气的人 怕会遇见这冲瓜 一冲呢 运气就肯定冲没了 像您这倒霉的运气 碰这冲瓜 可就好了 这一冲啊 坏运气就没了 好运气就来了 您看我这阴阳鱼没有 打这就撞 这叫匹吉太来 您看我这大旗子 写个开字 把它翻过来 后边有四个小字 有贵人符 打这个 您就交好运了 您就日进冬金 恭喜恭喜 这一套花 纯属套汤吧 都是蒙式 药铺掌柜的名为这个 哈野江湖人呢 当时一插腰 好 你说这冲瓜 我就不要好运了 打多次不要好运呢 打今天 您就交好运了 打今儿就交好运了 打今儿就交好运了 那我半年没开张了 你说我今儿交好运了 我今儿得开张了 你算了我卖多少钱 算您卖多少钱 小神爷哪时候卖多少钱 胡编吧 按您这个卦相看啊 他更四更五 两层更 他两层 两层更 您卖两块钱 长官一听 哦 卖两块钱 哎 小神爷 今次是我卖了两块钱 看见我这药铺没有 打牛就起 我卷铺里边走人 这药铺给你 当你的命相顽 说我今儿要卖不了两块钱 小神爷 你怎么样 这么多算话 瞧着呢 小神爷不如梳嘴啊 哼 大人卖 今儿得您卖两块 卖二十 卖两千 卖两万 都算我佣 只多不少 说今天 您卖一块九九 说我小神爷 精实不到 学业不够 打今儿个起 挂摊我不摆了 打今儿个起 您瞧着我哪摆挂摊 您砸我的摊 这还不算 今儿我卖个三个多块现在要 全是您的 我这摊也不要了 这就图盘子 三十多斤筒 也全是您的 暖壶也贵你 毯子也贵你 您看怎么样 掌柜你听 好 咱们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多能算呢 天也黑就算 行嘞 咱晚上见 说完话 交付掌柜的回屋了 他心里痛快 怎么 别说我自己的倒霉买卖 快要出钱 就是能卖出钱去 一毛钱那样 我生他六个大子 一过四毛钱我白一送 我说上 我两块钱来 等到天一黑 我找你 欠这三百块钱 我给你炒 我给你打 痛快痛快 要不掌柜他挺高兴 小神仙就倒霉了 打这棋 他走的心来 给人算挂 做一人老出错 算着老服队 算着算着挂了 回头看他要不 算着算着挂了 回头看他要不 说要简断 一直到晚上四点来工 那个十一月那天 四点多就要黑了 往常呢 小神仙就收摊了 今儿不敢收摊 怎么 他一收摊 要不掌柜就出来找他吵啊 自己这心里难受 这道话说 这药库里头 咱们进去个串门的呢 我待会儿也能跟他矫情矫情 不说人 连条狗都没进去 你这怎么办 他这心里难受 要不掌柜的 以着自己腰扑着门框 瞧着小神仙背影 甩闲发 怎么着 晚上接着干呢 这儿正说着呢 大老远来个老头 我说这老头 七十多岁的年纪 脑袋上戴着豆沟干嘛 身上穿着青棉袄 青棉裤 腰里继续搭子 脚底一双棉拨 大老远一来 见那儿道幸福 哎 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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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位是小神仙啊 我就是小神仙 您怎么着 下一声 我可找着您 南村的个人呀 圈上您这个挂算得了 我找您算个挂 哦 算挂 那您抽这签吧 老头过去抽了这签子 第一个小神仙 您算点什么呀 下一声 哪里丢了东西的 您算上哪里丢得了 丢不了啊 这算丢东西 您要按算挂的来说 先得问丢的是什么 后边再变瞎话 小神仙光想着这药铺 少问了一句 那时候可就大了 哦 丢东西了 按你这个挂 按你这个签 你这东西丢不了 回家好好找找 什么门厚头啊 鸡脚嘎篮啊 水缸厚头啊 抽屉里头 抗洗底下 一找你就找到了 下一声 哪里丢头驴 丢头驴 丢头驴 好 抽屉里头找个驴 谁把那驴压到烫洗底下 都是人话 大伙一乐 小神仙刮不住 可是 他不能舒这嘴 我说老先生 您今天昨天岁数了 来七十三点 七十三 这么大人总不会说话啊 你告诉我丢东西了 我按东西给你算 驴掌四条腿 那是活物 怎么丢的 哎 先生 去年开了个豆腐放 花了三十块钱买了头驴 几年年的时间 花了一块二 治了个龙头 昨下晚上 不知道这个驴啊 是破脚跑的 还是让人家急透走的 拿个老伴儿去 找了一天不找着 说你这个算话 算得了 你得拿蒜子 拿这个驴丢得了 丢不了 哦 你这个驴丢得了 丢不了 我给你蒜子啊 还没见人啊 你这个驴 它 丢不了 哎 丢不了 您结了蒜子 这个驴再拿去 拿好找着去 你等啊 还没进人 而这驴你想要不想要 想要啊 没有这个驴 拿走我豆腐 你听我的话不听 听你的话呀 那找你算话 你就听你的 听我的话 驴想要 想要 你得吃药啊 想要我目标 没病也得吃 一吃药那驴就回来了 我还告诉你说 别的家驴铺的药都不好使 就得买我身后的这家驴铺的药 还少了两块钱 这驴都回不来 别心疼钱 你还得抓紧时间 这片一黑 买药可就不灵了 话是我说的 西湖心在你 你要照先生我说的办法 这驴准回来 说这驴你不三十块钱买的吗 一块二只的笼筒 啊在家我就挂你一点块钱 就是你都甭给 明儿这驴回来了 拉着驴来 给先生我传明 说驴要回不来 你也来 三十块钱的驴 一块二只笼筒 再压两个钱挂你 先生我给你五十块钱 保护你有赚 信不信在你 老头一听这便宜挺大呀 行啊 行啊先生 拿这个拿就抓药去 拿两个钱去了进药铺 药铺掌柜听的挺真正 现在话说怎么着 丢驴吃药啊 哎呀小时候你都损了 也不爱言语 往那蓝柜里的一坐 不理这老头 老头借个药铺两个钱 把蓝柜鱼肉 抓药 方子呢 没有方子 没方子怎么给你抓呀 没有汤药 全羞 什么叫 丢驴 丢驴 您今天做的岁数 拿起司菜呀 你怎么活活的 你这叫什么话 分个话 活这么大岁数 你先想谁要过来外车 丢驴丢驴你找驴去 那药能随便吃吗 吃出人命的算谁来 去去去出去出去出去 他往外轰 这老头还挺轴不走 爷们 你这个蛮子怎么这么多呢 你怎么把这个菜市家老板退去 男说抓药就抓药 小神仙说来的 吃了你这个药 那个驴就灰了点 和小神仙说 我要给你抓药我就输了 要一琢磨 老婆 这两块钱呢 你收起一块 我就要你一块钱 今儿你赶着了 我们药铺打仇兵 对半折 收你一个钱 我给你两块钱的药 您看这样怎么样 打折打不折我管不住 打折你不会做起药吗 小神仙说来的 两块钱少一个字 拿着给你都挥不来 要不掌握你一琢 这老头就是混蛋的 我给你抓药 这老头一肚子大分 哎 这要不掌握你一琢磨 对 今儿我现在 我给这老头抓药 抓来的药 明天我让小神仙跟这老头 打不完的温存 我给你抓 拿出一张纸来 给抓药 抓什么药 当老头卸下肚子里的大分 黑丑白丑 蒙小奶 你只是后锅翻些夜 还四里八道 别好了 给老头 咱碍一下 那小神仙和药铺掌柜都不提 单说这老头 拿着药回家了 老两口过日子 老头的门口倒下了 离老爷一瞧 老头子 回来的 咱们的驴怎么样的 行了行了 驴丢不了 小神仙帅的 哪吃的药 那个驴就回来的 吃药 吃中药 也行成了回家设计 回家设计 第一个药进入屋 老头子 你啊 急我玩哑的药熬上 熬完绥那 我喝回去 喝完了 我来吃 那个旅就回去 行行行先吃饭 我给你熬药去 伺候老头吃完后饭 老婆在灯底下 把这药包打前往里看 笑一跳 怎么这老婆娘子是开药库的 认得药子 一瞧 黑丑白丑 盲相待会儿后果指十番歇业 还四里八斗 你听说话说 老头今天七十三了 这些药吃下去 还不给打死 心疼老头 可是就不给熬吧 老头又生气 趁老头不注意 收起一碗药 拿出两粒八斗 剩下的药 找些杀药一熬 一会儿的工口熬得了 逼出来 两个两个点给老头喝 老头喝药就不喝了 晚上十一点来钟 端起这杯子 懂懂懂这么一喝 这次你要去哭啊 差嗓子 行嘞 我说 我先睡会儿 你那可别睡 咱俩那个愿文呀 对什么别吵 半夜那个驴就回来了 驴要回来了呀 你说咱买的不错呢 拉上去啊 给这个线上穿冰去 啊 你别吹拿去 说的话 衣服也没脱 鞋也没脱 头冲离脚冲外 马上烫着一躺 拽个背后来 大声就睡 老婆不敢睡呀 把这个油灯啊 调到小点火 跟着灯底 大鞋底子 十一点 十二点 一点 两点 两点半 三点 这老头肚子里跑开火车了 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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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坐北的门脸 自己这东边有一条胡桃 这个厕所呢在北口外 老头打豆腐房出来 走着自己东窗户 这东窗户啊有半个钢柴子 墙上的深窥墓都掘得嘞 留着做豆腐的脏水 老头走着这钢柴子这儿实在忍不了了 一吨去中间出不差 这一炮啊 拉了胡桃有十五分钟 绝对拉干净了 站起来一踢中间不成肚子凝头 还真辣呀 又蹲下了 蹲下站起来站起来蹲下 打半夜三点一直拉到四点 老头儿虚害也出来了 眼睛也冒着金星了 鼻垂也删了他也干了 此些泪也下来了 腿肚子只赚金 说这老头儿要不吃这个药 不在这儿拉 这驴还就丢了 老头儿在这儿拉死了没有 这驴就回来了 说这驴丢没有 没丢 刚才我说了 他这边是个胡桃 老头儿这东窗户 斜队过 有了一小的死胡桃 这胡桃里头就一家 小两口过日子 原先开了一车厂子 租洋车 可这小两口不学好 天天的耍钱 把车厂子这羊车全卖了 好咱没钱了 天天晚上在家怎么办 全局自己抽头 挣点力去 哎 趕着这天晚上 大牌子都走了 他们送门 没关门 睡了半夜 就听着门一响 这驴 呱哒哒哒哒哒哒哒 跑到这一块儿了 这小两口出来一看 呦 这不豆腐房的小白驴吗 怎么跑咱这一块儿去了 媳妇说 甭给他 咱就留下 豆腐房的老头儿推中 好 瘦块豆腐房 咱把这驴给他卖 小两口把这驴 可就留到院里头 一关门 卖哪去呢 卖的汤果 鼻孔卖了十二块钱 给了四十块钱订进去 等那个白天把驴拉下 再给那八块钱 可是这驴白天在自己家眼神得喂 这驴不喂它叫了 你说买草料 那老两口子找驴都得疯了 眼睛弄得跟猫子似的 买草料你不咬什么 你买草料的吗 没辙 小两口有主意 拆了一个枕头 挖了草帘子 喂这驴 好赖啊 这驴一天没叫 想着晚上等人都睡着了 小两口拉着这驴奔汤 卖这钱 这个半夜四点摸摸 这驴弄好了 拉着往出走 这当媳妇 你你等会儿 我出去看 贼人胆虚 这小媳妇顺着这驴奔 他就出来了 走到驴奔口 营领抄抄一瞧啊 这老头跟这驴奔子蹲着 当时赶紧回来 以关怨门 我是当家的 可不好了 都不妨那老头啊 跟驴奔口等着咱们的 那他知道了 这爷们一听 这爷们一听 不对啊 但是就一天没叫 家里也没来人 这老头怎么知道了 不对 你这真是误会 他要光跟那驴奔口蹲着 他不知道 他要说闲话 那是他知道 你拉着我出去看看 这爷们又打驴奔口 贴着出来了 正打他出来 老头那蹲下 站起来蹲下 说了句闲话 把他给吓坏 我让您拉 我让您拉 我让你兔崽子拉得天亮啊 小伙子一听 哎呦 赶紧回来 媳妇老头知道了 他说咱们俩这驴 偏亮也拉不出去啊 老头说拉屎 他说拉驴 他说不拉 媳妇一听 你别慌 我再去看她 我再去看她 自己的媳妇贴着骨头 看我出来 老头让我说句话 我媳妇也吓了 我让你兔崽子拉 天亮我招警察 我告你兔崽子 兔崽子 他告谁 他告小谁 他受不了了都 媳妇回来 哎呦 不成了家里 老爷们说天亮招警察 要告咱们的 爷们一听 来 行 别让他招警察 咱们把驴哄出去就完了 你只要跟你们一头驴贪棍死 行都不干 不行 凭什么我就白给他送给他 我说拆了一枕头呢 你拿材料去 跟那驴皮有大点炫买肉 咱吵着吃 你拉倒吧 再把你踢死 行行行 把驴轰帽 不成 你把驴的龙头给我摘下 你要闹玩的吧 你不知道 那里头又瓦绳子 我拿着汤炉子去 你只要摘下 把这龙头摘下来 这驴轰帽就昏过去 咱说这老头 跟窗户根底下拉完了 脚可就抬起来了 蹭着就回家 进自己家斗篷篷 砍一板 啪地 老婆子啪地过来摻 摻起来 再瞧老头的脸 可没什么模样 这脸呐 苍白跟白纸似的 吓得唇吃肚子 老婆子 哪不行的 驴亮了 你找那个警察 告那个小生意去 这个小兔崽子 哪瓦子都受不了的 这儿照我说这儿呢 那驴呀 买了一天锅子 在家 一撞门 咔哒呐呐哒aman 进了个话 老婆子一吃惯了 有洞 唉呦 老头儿这驴回来了 老头儿一听这个话 当时脸上也有血散了 晃红悠悠站直了 嗯 好险生 老婆子 险生 不用管我 你去把那个驴摔上 明天咱们给那个险生穿描去 说着话 老婆子赶紧出来摔着驴 一会儿回来 哎呦老头子 驴是回来了 那龙头没有回来 老头儿一笑 没事 你借我姐子二姐 喝完药 我借着龙头儿对你去 一会儿那个龙头就要回来了 你不要命了 你都起尸散了 这个药拿给你捡了一半 要全给你熬成 你就骂死了 老头儿当时我女儿子给老婆儿一嘴巴 混蛋 你要妒忌我健身 那个龙头不要回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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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